大家好,主播慷慷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尽管微软正在裁员数千人 但该公司仍渴望向员工展示人工智慧AI技术如何显著改变其工作环境 微软7月宣布计划裁员近4% 达9000人以控制在AI基础设施方面巨额投资的成本 今年5月该公司曾宣布裁员约6000人 据知情人士透露 微软商务长Johnson Althoff在日前的一次演讲中表示 AI工具正在提升从销售客户服务到软件工程等各个领域的生产力 Johnson Althoff表示 仅在微软的呼叫中心 AI去年就为微软节省五一多美元 并提高了员工和客户的满意度 Johnson Althoff表示 该公司还开始使用AI技术来处理与小客户的互动 他表示 这项努力上处于起步阶段 但已经创造了数千万美元的收入 科技高管们越来越多的公开谈论 AI技术将目前由人类完成的劳动自动化的潜力 Salesforce表示公司30%的内部工作正在由AI处理 这使得其能够减少某些职位的招聘 Alphabet和Meta Platforms高管表示 大量原始码现在正在使用AI编写 Johnson Althoff表示 微软的新产品35%的原始码由AI生成 从而加快了产品发表速度 微软在4月份表示 该公司的Github Copilot是AI编码工具市场的领导者 拥有1500万用户 AI的实施加剧了许多员工的替代焦虑 尤其是在科技行业 微软近年宣布裁员约1.5万人 但近期又进行了一波裁员 主要针对销售等面向客户的岗位 Johnson Althoff向员工强调 AI可以提高他们的销售效率 他表示 通过使用微软的Copilot AI助手 每位销售人员都能找到更多潜在客户 更快地达成交易 并创造9%的收入增长 微软总裁Brad Smith则在宣布 向学校捐赠超过40亿美元现金 和技术以传播AI技能的活动上表示 AI带来的生产率提高 并不是近几个月裁员的主要因素 不过 微软所应用的大量人工智慧 AI晶片可能遇到新的麻烦了 7月上旬 咨询公司普华永道 在一份报告中称 到2035年 全球约32%的半导体生产 可能面临与气候变化相关的同供应中断 这一比例将是目前水平的4倍 智利是世界上最大的同生产国 已经在努力解决水资源短缺问题 这导致生产放缓 普华永道表示 到2035年 供应晶片产业的17个国家中的大多数 将面临干旱的风险 上一次全球晶片短缺 是由大流行驱动的需求飙升引发的 当时工厂关闭 令汽车行业元气大伤 其他依赖晶片的行业的生产线 也暂停了 普华永道项目负责人 Glan Burn 在报告中 援引美国商务部的数据称 美国经济的GDP增长 损失了整整一个百分点 德国损失了2.4% 普华永道称 来自中国 澳大利亚 秘鲁 巴西 美国 刚果 墨西哥 赞比亚 和蒙古的铜矿商 也将受到影响 全球晶片制造地区 无疑幸免 同被用来制造 每个晶片电路中的 数十亿根细导线 即使正在研究替代品 但目前在价格和效能上 还没有任何产品 可以与之匹敌 普华永道表示 如果材料创新 不能适应气候变化 而且受影响 国家没有开发出 更安全的供水系统 这种风险只会随着 时间的推移而增加 报告称 无论世界减少碳排放的速度 有多快 到2050年 每个国家 大约一半的铜供应 都将面临风险 智利和壁鲁 以采取措施 通过提高采矿效率 和建设海水淡化厂 来确保供水 普华永道表示 这是一个典范 但对于无法获得 大量海水的国家来说 这可能不是一个解决方案 普华永道估计 智利目前有25%的铜产量 面临中断的风险 十年内这一比例 将升至75% 到2050年 将达到90%至100% 与此同时 美国商务部长 Lutnik 7月上旬表示 将在7月底或8月1日 发表半导体关税税率决定 半导体业认为 虽然台湾厂 直接消煤比重很低 仍担心 届时美国众多关税 逐步拍板后 将成三杀日 包括客户端 因转价对等关税 回头砍半导体价格 半导体厂 自己面临的半导体关税 以及新台币强升汇损压力 堪称火烧连环船 谈到半导体关税 Lutnik指出 川普说过 如果没有在美国建厂 他们将面临高税率 但如果你正在美国建厂 他或许会考虑 让你有时间建 叶介认为 他在内阁会议中提到这点 让你们有时间去盖 像是一年 一年半 或许两年的时间兴建 之后关税会高得多 但这些细节 将在月底出炉 总统将敲定 全球半导体业界 一直在等待调查结果 担心结果可能会左右 美国对半导体产品的 关税税率 美国商务部长的任务 是进行国安调查 并向总统提交调查 结果和建议 美国总统必须在收到 商务部长报告后的 90天内 决定是否同意调查结果 并做出决定 业界忧心 7月底或8月1日 美国众多关税逐步拍板后 恐成为半导体业界的三杀日 第一杀是 目前出口产品 多由客户买方支付到按关税 即台湾出口到客户指定测试 或组装短区 可能是东南亚或是中国 完成成品后 再转口美国 客户负担关税 由于关税将直接由客户吸收 在成本管控考量下 有些后续客户会要求供应商降价来配合成本管控 或是改以不同货币方式报价设备 进而让利给客户端 都会对台湾厂商产生负面影响 考验个别厂商应对策略 第二杀是 即便台湾半导体厂直接消美的产品并不多 但有半导体关税这个紧箍束缚着 还是多少不利后事 第三杀则是 新台币升值态势看来相当明确 关税议题搞得全球产业界神经紧绷之余 台湾厂还得花心思展开抢救汇损大作战 相当伤神 在此背景之下 据海外媒体报道 业界传出 台积电在美国所规划的两座先进封装厂 计划于2028年动工 规划扩充最先进的SOIC COPO-S封装技术 以应对当地生产 AI HPC晶片封装需求 根据业界最新消息 台积电先进封装厂 将与美国第三座晶圆厂相连 率先导入的 并非是CO-S 而是SOIC COPO-S 业界人士指出 SOIC是目前台积电 已量产的封装技术中 最为领先的 并会与后段CO-S 甚至到未来的COPO-S 进行整合 据悉 台积电美国第三座晶圆厂 F21P3 将采用N2制程2奈米和A16制程技术 已通知设备商 2025年第二季度搬入设备 台积电先前表示 第三座晶圆厂将采用N2和A16制程技术 第四座晶圆厂也将采用N2和A16制程技术 第五座和第六座晶圆厂则将采用更先进的技术 这些晶圆厂的建设和量产计划将依客户的需求而定 台积电预计在2026年设立首条CO-S实验线 而真正大规模生产的量产厂则敲定将落脚在加以AP7 目标2028年底至2029年之间实现大规模量产 总体来看 台积电CO-S封装技术刚刚起步 由于SOIC成熟度相较CO-S高 客户除了有AMD已实现量产外 苹果 徽达 博通等也都会在高阶产品采用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 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